当地时间3月13日下午 在巴西有400多个城市 近300万人走上了街头 表示对腐败以及不景气现象的不满 并且要求左翼总统罗赛夫下台 巴西总统罗赛夫近日深陷腐败丑闻 并因为经济衰退饱受民众指责 去年10月 巴西审计署拒绝政府财政年度报告 审计庭审指出 政府违法动用银行贷款 填补政府财政亏空 政府所动用的银行款项 没有经过国会批准 罗赛夫当时就被指控 对政府腐败官员受贿负有责任 国会反对派威胁要启动弹劾程序 但几周前的弹劾案似乎难以达成 罗赛夫11日说自己绝不会辞职 他表示巴西国会将继续讨论 对他进行弹劾 这一弹劾毫无法律依据 据新闻网站GI 整理警方对150多个城市的估算 约有300万人参与示威 圣保罗有50万人参加抗议 成为当地史上最大集会 且是一年前大型示威活动规模的两倍多 献兵则评估最多一度有140万人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